男人吃饭坐车从不付钱 因为他是一个警察 而警察办案是有特权的 可片刻之后 这个名叫小五的警察 却把手伸进了乘客的口袋里 到达坟阳县城时 小五已经得手了好几次 原来他的真实身份是名小偷 靠着这份优秀的手艺 他在坟阳县小偷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甚至有小弟以模仿他的样子为荣 可小五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被所有人抛弃了 也被他所不知道的时代抛弃 在小五还没被抛弃的年代 他和兄弟小勇立志去北京打拼 开局四毛钱 装备全靠偷 困难一起扛 竟真的让他们一路从坟阳偷到北京 虽然手段卑劣 但小五他们却引以为好 在最困难的时候 小五放出豪言 等小勇结婚的那天 他要给予六金钱的份子钱 那是他和小勇生死之交的体现 可是时间一转眼来到97年 时代的转变让小五措手不及 而小勇抓住时代的风口 他走私外国滑子 经营擦边舞厅 一下子赚得盆满钵满 他还很识相地向上交钱 又为县里的希望工程捐了三万块钱 并因此上了电视 名利双收地洗白了 转眼间从黑社会变成优秀企业家 贩卖外国滑子那不叫走私 那叫国际贸易 经营擦边舞厅不叫灰色产业 那叫大力支持娱乐业 不少领导都有历龄指导的 切勾者猪 切国者猴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 所有人都在时代的风口上改变 只有不开窍的小五 和几个未经世事的孩子 还在干着爬手小偷的行当 虽然小五没有转行 但也知道焚羊县要整改形象 方便招商影子 正在严打 让大家最近还是收手吧 说完就去寄送身份证给警察 小五道义有道 每次盗窃都会把证件寄送给警察 为此没少被小勇嘲笑过 一张身份卖到黑市价值50块钱呢 小五不懂为什么要把事做绝 他们只是屠材而已 或许是这份激进虚伪的善良 就是小五永远失败的原因吧 他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套着一身偏大的旧西装 戴着一副宽大笨重的黑矿眼镜 梳着有些油光的偏纷发型 与周围穿的花花绿绿的人 五彩缤纷的大街相比较 有着格格不入的脱节和怪异感 小五迷茫地看着世界 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不仅是朋友劝他需要改变 就是他自己也知道需要改 却不知道怎么改变 只能坚守唯一擅长的工作 浑浑噩噩的度日 这样可能一辈子都是大家眼中的失败者 但至少心里觉得是安全的 在和朋友说话时 拆迁办的人来了 为了响应新型城市化的建设 所有的老婆小房屋都得拆掉 陪同的好警官一看到小五 不免老生常谈地劝小五重回正道 说许多人都通过正道改变了 比如他的铁杆兄弟小勇 现在都取上酷似泥瓶的美娇妻 还邀请自己去参加 小五这时才知道小勇要结婚了 邀请了很多朋友 唯独没有邀请他 小五很是迷茫 明明他们的关系最是接近 却唯独不邀请他 其实真相很容易就想通了 因为他是一个小偷 而小五现在是有钱的人上人了 尊严已经上了几个台阶 那些卑劣的过去需要一刀两断了 自己从始至终都是好人 赚的钱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来的 如果邀请惯犯小五来了 那不就是说明自己曾经是个小偷 自己的起家一定都不干净 得亏小勇不是什么封建帝王 不然他不是学汉高祖刘邦一样 自称赤弟子的搞天命所归 就得清除所有知情者 小五吃了一波身份的红利 保护住了一条小命 小五来到小勇家门口 徘徊许久 门旁的青石砖上镌刻着 他和小勇比量身高的印记 那些斑驳的痕迹 在岁月的青石下变得愈发模糊 小勇有钱以后无情无义 小五却不是不仁不义的人 他冒着严打被抓的威胁 偷了六百块钱 并照顾到小勇的情绪 在婚礼前一天给他送去 不过他还是不甘心 问小勇为什么没有邀请他 小勇开口就是一堆谎言 自从发财以后 他已经失去说真话的能力 小五听得出谎言 也没有计较 放下钱就准备离开了 谁知小勇却将钱甩回去 嫌弃这笔钱脏 小五将钱放在桌子上 说这是曾经的兄弟送的最后一次礼物 临行前 小五强行拉开了小勇的衣袖 看了一眼两人的友情纹身 小五是有难同当 小勇是有福同享 可想到如今的情况 小勇难得的显露处尴尬 他的婚礼当天冰桶满座 记者前来采访 十分的热闹 小五一个人在餐馆喝着闷酒 祭奠她是去的青春 是去的友谊 以前只需要花50块钱 就可以带着歌女出门做头发 怎么开心怎么来 小五带着歌女眉眉去理发店居游 可是等小五付完钱 两人也吃饱喝足了 天快黑了 我该回去了 小五有些不舒服 毕竟花了一百多大羊 却连张好人卡都没有收到 眉眉临行前为了安慰小五 送上一个柔软的香蚊 就是这一下 让原本被友情背叛的小五 感受到了尊重和爱情 几天前 生死兄弟小勇在小五的世界中 卑劣地死去以后 小五欲劫难消 就跑到歌厅去找歌女陪唱 但她其实只是太孤独了 想有个人陪着而已 歌女眉眉唱的嗓子都快冒烟了 小五也是无动于衷的作者 只有眉眉唱跑掉时 她才难得的露出笑言 见小五笑她 眉眉不乐意了 言明我一个人唱多没意思 有本事你来啊 这可把小五难倒了 她从来都没有唱过歌 更别说当着姑娘的面唱歌了 看着小五那扭捏的姿态 雷打不动的无奈 眉眉也看出来了 小五还不太习惯风月场所 更没有多少与女性交往的经验 后来小五实在觉得尴尬 索性出门付款走嘛 唱歌的费用是50块钱 小五却给了100块 老板娘不想放过每一分钱 就抢逼眉眉陪小五走走 天黑之前回来就行 可小五本来就是个大直男 眉眉也是大大咧咧的女孩 两人别说谈天说地 眉打起来都算不错 小五不服气地走上路边的台阶 眉眉轻蔑一笑 谁知小五真的跑去楼上 不愿意和眉眉走在一起 这让眉眉觉得十分的有意思 那天小五陪眉眉去给家里打电话 在她的描述中 自己是个在北京打拼的大学表演生 距离出演电视剧 并完成梦想的成为女歌星不远了 小五听完 默默拔掉一旁电锯的插头 这一刻 她在眉眉的身上看见自己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 谁会干些被人瞧不起的行当 这个道理眉眉也明白 虽然她对家人满嘴谎言 可实际上她自己明白 自己一辈子也成不了大歌星 爱情与面包 终究还是面包靠谱点 小五听不懂眉眉的人生目标 她只是在一天的相处中 爱上了眉眉 尤其是临别的那一晚 更是让小五定情 她不再是游离于世界之外 迷茫地看着一切 而是主动去接受这个世界 当看着有人唱情歌时 她会挤进去一起听 此时的小五对爱情充满了无限的渴望 一次听说眉眉生病了 她四处打听眉眉的住处 眉眉的处境不是很好 和好几个歌女挤在小宿舍里 生病了没有开水 只能自己去接热水烧 天寒地冻 眉眉得用体温融化水龙头积冰 然后放到几块砖搭建的简易火物 慢慢地等水热 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小五出现了 她安慰到肚子疼不算病 抽口咽咽下去就好了 眉眉哭笑不得 说要是有个热水袋就好了 小五二话没说 跑到兄弟的药店弄来了热水袋 听到眉眉说舒服多了 小五的心里跟吃了蜜似的 眉眉让小五坐在她旁边 两人靠在窗子上发呆 你真的不会唱歌 真的 你喜欢听我唱歌吗 喜欢啊 听到小五喜欢她唱歌 眉眉就唱起歌来 正如前文所说 眉眉知道自己永远成为不了歌星 喜欢的唱歌 也只是她在底层谋生的手段罢了 可每个小姑娘的心里 都有一个明星的梦 想无忧无虑地唱歌 唱给所有喜欢她的人听 唱着唱着 眉眉就开始无声而泣 她强颜欢笑 让小五也给她唱一个 小五说那你得闭上眼 她掏出音乐打火机播放了至爱丽丝 眉眉缓缓靠在小五的腿上 两个被边缘化的人就这样互相温存 互相慰解 两人都知道彼此的身份 一个小偷 一个陪唱歌女 因为同病相怜的需要温暖 各取所需的两人确定了爱情 在眉眉的带领下 小五学会了唱歌 也学会了跳舞 因为眉眉 小五对世界充满了希望 但这份希望破碎得如此之快 快到小五不敢想象 这天眉眉说想要个传呼机和小五联系 为了不影响眉眉的生活 小五便跑到隔壁几天 用偷来的钱买了传呼机 和一个作为定情信物的金戒指 然而等她回来 却得知眉眉已经消失了 听说是和一个眉老板跑了 买传呼机只是吊虎离山 眉眉爱过小五吗 肯定是爱过的 同病相怜的爱情最迷人和温暖 可她也说过 自己一辈子成不了女歌星 爱情和面包 眉眉一直分得很清楚 小五就是一个小偷 无法带她脱离赔偿歌女的生活 小五开始发了疯似的寻找眉眉 可眉眉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一天 两天 三天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友情和爱情先后离她而去 小五回到了农村老家 她最后的避风港 可更大的风暴才刚刚来临 她被烤在大街上 像条无家可归的狗 路人对她指指点点 眼神中带着鄙夷 还有好奇 在那个年代 很多人把面子看得比命重要 她只能玩命地低下头 像是要把脸埋进土里 躲避自己被所有人背叛 已经成为丧家之犬的残酷现实 被友情和爱情双双背叛后 小五回到避风港的家中 可父亲开口就是老二要结婚了 希望他和大哥一人资助五千块钱 在这个家里 老大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民 老三小五就不用说了 更是个不光彩的人 所以老两口尤其偏心老二 父母的偏心尤为气人 大哥各种找理由的不想给钱 父亲转头看了看小五 一脸不屑地转头 小五感受到家里这种冷漠尴尬的气氛 心里很不适滋味 四处转头地分散注意力时 发现自己买点妹妹没有送出去 就转送给母亲的金戒指 正被二嫂带着 老二还说这是他媳妇娘家给买的 小五可不傻 气不打一处来的他 却让母亲要回戒指 却反被母亲指着鼻子骂五逆不笑 小五怒不可遏地和父母爆发了冲突 父亲也急了 老二的新媳妇第一次上门 小五就给他丢人 小五愤怒地回到县城里 打算去朋友家躲避 每次有问题时 他都会去和朋友说说话 那里才是他真正的避风港 却正好遇见朋友搬家的一幕 这里要拆迁了 朋友也要走了 司机说救的不去 新的不来 朋友喃喃道救的已经拆了 可新的在哪呢 或许小五就是救的东西吧 他依然游荡着街头 靠手一讨生活 可这次由于传呼机的声音 他暴露盗窃的行为 被周围一拥而上的抓住 有送到警察局 知道惯犯小五罪证确凿的落网 记者像闻道写的鲨鱼一样 开始调查小五的新闻 人是下午被抓的 新闻是晚上播放的 好兄弟小勇说自己不认识小五 只会模仿的小弟说他唾弃小偷 轻情淡薄的家里人说 他们早就断绝关系 小五一时间被千夫所指 他竭力隐藏的自卑敏感 被人狠狠地撕开 他无力地低下头 只想知道眉眉看见新闻后 会怎么看待自己 这时传呼机响了 好警官拿起来一看 说是一个胡女士发来信息 祝福小五万事如意 小五文言一阵难受 世界就此失去了光彩 第二天 好警官扭送小五去看守所 路上要上厕所 就把小五随意烤在电线杆上 小五无奈地蹲下身 低下头 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 自上而下的目光和紧紧盯着的眼神 一张一合的嘴和意味不明的笑 这种名视几乎让人窒息 就如鲁迅笔下的目光 又顿又锋利 似乎连成一气 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路人们各种各样的目光 仿佛在说你看那个人 好像一条狗啊 他们在看着小五 也或许他们是在看着屏幕前的我们 小五是失败的 他被时代抛弃 被所有人都抛弃了 但他又何尝不是今天的我们 在物欲横流的时代 钱的重要引出了趋利避害 唯利是图的人性 昔日的小偷小勇靠走私摇身一变 成为县里的知名企业家 成为人们巴结崇拜的对象 歌厅的小姐不相信爱情 但相信金钱 与小五的暧昧轻易被大款取代 我们在被不断抛弃着 最后也只能难难道一举 如果我是有钱人就好了 轻易的重要地位被金钱取代 冷漠的人情和狂热的对金钱的追求 使得生活与生命都变得无趣又冷酷起来 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 有些人站在船头 有些人坐在船舱 有些人椅在甲板上 但更多的人是被吞噬在浪花里 无人问津 即使偶尔被谈起 也不过是个笑话